前面几节课呢 我们把详情页面的评论内容啊 我们去给它实现了一遍 那么这节课我们做什么内容呢 我们把作者信息的一个关注 我们去给它实现一下 就是在我们这个位置啊 它有一个作者 我们可以对这个作者呢 去进行关注 然后呢去取消关注 那么这个按钮我们当时没有做啊 所以说我们现在快速的去把按钮去给它画出来 然后回到我们的页面里面 我们到Home Detail下面 然后找到放按钮的位置 我们按钮写在哪里呢 我们写在DetailHeaderContent 我们跟它写在同级 让我们的按钮呢 在这个内容的后面 我们直接写一个Button Button我们叫什么呢 我们给它一个class 就叫Detail-Header 然后Button 接着呢我们给Button里面 我们去给它写个内容 我们就叫关注 我们保存一下代码 然后回到我们的Chrome里面看一下 这里呢 已经出现了一个按钮 但是按钮的样式呢 都不太对 而且这个按钮呢 还被前面的内容给挤到一起了 所以我们去调一下它的样式 我们在什么位置呢 我们在DetailHeaderContent 我们找到这个类 跟它同一级 我们去实现一下我们的按钮 我们叫Detail-HeaderButton 首先我们先把它加一个Shake 0 然后我们让它不去挤压 可以看到呢 我们现在按钮就正常了 然后我们给它一个高度 我们叫30px 然后呢 我们给它一个Font Size 然后是12px 最后呢 我们给它一个Background Color 我们给它一个背景色 背景色我们使用 我们的Base Color 一个红色 然后再看一下 现在呢 我们的按钮大小呢 其实都已经恢复正常了 但是我们的文字颜色不大对 我们给它加一个Color Color呢 我们就紧FF 我们保存一下 现在回到Chrome里面 可以看到这个按钮呢 就好看很多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去点击关注 我们去实现了一个什么内容 当点击关注的时候呢 我们要对作者信息进行一个关注 关注呢 首先我们要去写一个云函数 所以我们先把我们的云函数 给它定义出来 我们在Cloud Functions下面 然后呢 我们去新建一个云函数 我们叫Update 什么呢 Ather 我们就叫更新做的信息就可以 在这个云函数里面呢 我们都去做哪些内容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优色表的一个数据结构 我们打开UniCloud的Web控制台 然后我们去点击详情 详情下面呢 我们点数据库 然后我们点击User 来看一下我们表结构 其实我们去关注作者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呢 User里面会有一个 Athelix IDS 这么一个数组 我们当去关注其他作者信息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把其他作者的ID 我们去给他插入到我们的数组里面 就表示我们去关注了这个作者 如果我们去取消关注呢 我们把这个ID呢 从这个数组里面给他删除掉 这样其实就可以了 那我们在获取数据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根据数组里面 有没有当前这个作者ID 然后去判断 我有没有去关注这个作者 那我们就把这个内容呢 我们去给他实现一下 首先我们回到我们的代码里 在这里 我们先去定义一个 我们传进来的参数 event 我们这里会有什么内容呢 会有一个useID useID就是我们当前登录我们这个页面的作者的ID 然后呢我们会有一个usID 这个ID就是我们要去关注的作者ID 那么我们就只传入这么两个参数 这两个参数呢 是从客户端给传进来的 那么我们先不去管 我们先把这两个参数呢 我们去给他配置一下 我们在update other上面 我们去点击配置运行参数 首先我们先去给他配置一个useID 然后呢 我们再配置一个usID useID是谁呢 我们就用 我们点开他 我们就用第一个就行 其实当前我们也是用的这一个ID 然后usID呢 我们来看下面 我们在下面随便找一个 就用它就行 我们去关注它 如果我们关注之后呢 这个ID就会插入到我们的usID likeIDs里面 所以把它放在这里 这是我们的一个运行配置 然后回到我们的云含数里 我们先去不管它 然后我们继续接下来我们的内容 这里呢 我们先去声明一个db等于unicloud 我们获取我们数据库的所有 接下来呢 我们要获取 otherlexids 我们看它里面有没有usID 相关的一个ID const 然后user user等于什么呢 what db.collection 然后我们写一个user 我们获取user表 然后呢 我们.doc 我们传入userID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拿到它的信息了 最后呢 我们.get get我们就真正的去请求我们这个数据表 我们获取到之后呢 我们在这里去声明一个 otherlexids 等于什么呢 等于user.data data是一个数组嘛 当下数组只有一项 我们取第0项就行 然后获取user的对象 获取之后呢 我们再获取 other lex idf 这样呢 我们就能获取到用户的喜欢列表 获取之后呢 我们去做什么事情 我们现在就可以去更新我们的数据表了 更新的话 我们也是alert 然后db.collection 首先我们要获取用户表 然后呢 去更新谁 更新于sID 我们怎么更新呢 之前我们有讲过 我们用update 更新 其实我们就是更新 我们这个字段 我们在这个字段里呢 去追加内容 所以我们直接把要更新的字段 我们放在这里 那么我们怎么去给数据表里的 数组类型 我们去给它添加内容呢 我们这里会用到一个 db.cmd 我们获取一个操作符 操作符呢 我们db.commit 这个我们前面的课程呢 我们也有讲过 所以我们直接使用 使用谁 我们使用一个叫 add to set 我们使用这么一个操作符 它呢 会把我们当前需要传的一个数据呢 去给它追加到我们的数组里 如果数组里没有 这个内容呢 它就会去给它追加一下 如果有的话 它就不去进行任何的操作 这样的话 我们上上下代码 去执行一下 如果执行成功的话 我们在这里的一个数组呢 就会去追加下面的id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把retain这里的内容呢 我们去给它改掉 我们叫code200 然后呢 我们给它msg 叫更新成功 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在update assr上面 右击 然后上传并行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操作对不对 然后我们把内容呢 去给它清空一下 这里显示啊 我们的操作结果是成功的 给我们返回了一个成功 返回之后 回到我们的web控制台 这个时候我们去刷新 那么assrxid 下面呢 就应该会追加一项那种 我们试一下 可以看到呢 我们下面的id 就已经给它插进来了 但是我们注意看啊 我们下面的id 好像插得不对 我们是把自己呢 给添加到这个书组里面了 我们看这里是哪里写错了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配置 配置这里 可以看到 配置我们写成一样了 所以我们这儿 应该去给它改一下 改成下面这个cdd 我们保存 然后我们再去给它运行一下 上传并运行 那成功之后呢 回到我们的web控制台 我们再去刷新一下一面 我们点击刷新 我们可以看到呢 就把这个内容 我们给插入进来了 那么我们刚才说到呢 我们的操作符 add to set 如果里面有内容 就会给我们追加 如果没有内容呢 它就不做任何的操作 那么我们试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再去给它上传一次 如果它在书组里面去追加内容的话 如果它没有刚才我们之前说的特性的话 它会把内容再往后面追加一条 对不对 那么它的特性就是 如果有这个内容的话 它就不去做任何的操作 那么看到更新成功之后 我们去刷新一面 这里还是只有两个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操作符就可以 那么现在是关注 关注加到这里 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取消关注 取消关注就是把这个内容给它删掉 那么删掉的话 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操作符 我们把它改成破 那破呢 就会直接把我们这个内容呢 从数族里给它删除掉 我们试一下上传一下 我们上传并运行 那么下面呢 看到我们更新成功了 更新成功 我们回到web控制台 我们点击刷新一面 刷新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内容就消失了 那么我们添加跟删除 我们都已经知道怎么做了 肯定要去判断 当前我们是要去添加还是删除 或者说呢 是关注还是取消关注 我们之前声明的 ArthurLexI.S这个字端呢 我们还没有去给它用到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用到它了 我们使用数族的一个方法 叫inclose 它是做什么的呢 它可以查找我们的数族里 是否有某一项的内容 那么查找谁呢 我们是不是查找了sid 如果说LexI.S里面 有我们的sid 那么我们就去 给它做一个什么事情呢 我们是不是就用下面这个poo 我们把它删掉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我们去给它声明一个 叫Arthur-I.S 我们去声明这么一个字端 我们等于一个not 然后让它去等于 我们的这个内容就可以 这个时候我们再把它 给复制到这里 这样就可以 那么否则呢 我们就用sids等于什么呢 等于dbcmd. 我们是用addToSet 我们把sid我们放到这里 然后保存一下 其实这样呢 就完成了我们的一个添加删除 或者说是一个关注 取消关注的一个功能 那么我们去上传看一下 我们上传并运行 清空控制台 更新成功之后 我们现在没有 那么我们点击刷新 就会增加一条 对不对 现在我们的结果是正常的 那同时呢 我们再去上传运行一次 相当于我们又调用了一次 这个云函数 现在它有 我们上传真功之后 它就会被删掉 这就是我们一个正确的结果 那成功了 成功之后我们点击刷新 我们的这个内容呢 就被删掉了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关注 和取消关注的一个云含书的